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用专业度极高的口才能力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也因此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中国好舌头 中国好声音的大获成功让华少走上了浙江卫视主持一哥的位置 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的资源 甚至直接让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在台上 他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己飞快的语速 再次让坐下的观众们为之惊叹 然而 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华少也越来越飘 主持翻车事件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2018年1月8日 在微博之夜的舞台上 张一山在互动环节示范笔心动作时 作为晚会主持人的华少 不怀好意地问 张一山是冲着马云老师笔心呢 他还挺高兴 看他已经躺倒的姿势 欢迎你 说完还是以张一山教马云做笔心动作 马云笑着用手画了个爱心 不料 华少又语出惊人地将低俗进行到底 幸好您现在两腿是合并的 要不然我还有点误会 马云等一众大佬 还有坐在身后的钟翰两等嘉宾笑而不语 神情尴尬 此时 华少还不依不饶地补了一句 您看这确实不是一个物种比出来的 此时一出 网友们纷纷吐槽 华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底线 十分低俗 除此之外 华少早年在自己制作的明星访谈节目中 也是备受网友们的诟病 被指没分寸 在采访唐嫣时 他追问唐嫣的身家 年收入多少钱 在采访影帝张家辉时 从政治立场到女儿婚嫁 不断询问私人敏感问题 一连串问题问下来 问得张家辉无话可说 忍不住回对华少 主持人的分寸在哪里 在采访过程中 华少更是处处透露出来自己优越感 秀明彪首饰 言语间轻挑炫富 透露自己写的文章 买了三四套房子 如此种种无内涵的输出 令张家辉十分不语 调侃华少是土豪 一场明星采访 活生生被华少反客为主 为了自己的秀场 被网友们痛批 主持功底太差 没有分寸感 其实之前 金星就曾在节目中 暗讽华少主持水平有待提高 2014年 在中国好舞蹈的舞台上 一位身患残疾的女选手 跳了一支舞 备受好评 身残至尖当如是 结果华少一上台就说道 大家注意到了吗 他说自己高兴的时候 只能挥舞他的右手 他是笑着说的 好多人还被他逗乐了 但如果那是你 你能笑着说这样的话吗 此时 金星打断华少说道 是舞者的话都说得出来 真正的舞者都能说得出来的 华少却不以为然道 哎 我体会不到 我是个主持人 金星听到华少的回答后 一脸无语地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而后 华少不仅借别人伤疤 还特别强调了人家的痛处 他继续说道 这两年要从一个一级瘫痪 请注意这个词 一级瘫痪 到我们看到的奇迹 我很好奇 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原本现场的氛围是和谐 充满正能量 却被华少一句挖掘痛苦的提问 将画风引向了另一个卖惨方向 作为评委的金星 听完华少的问题 当场直接就不乐意了 直接批评道 咱不说 我不喜欢中国节目里 拿别人的伤疤接来接去 恩来恩去 消费别人的苦难和痛苦 这是中国电视最大的弱点 金星那一番话 赢得了现场观众们强烈的掌声 而本想以此制造话题的华少 当众被戳穿 满脸尴尬 最后 华少急忙找话题招补 也算圆了过去 一个著名电视主持人 竟然公开咀嚼和消费别人的苦难 被网友们纷纷吐槽 素质低下 十分没品 其实 在此事中 金星已经给了华少一些警醒 做节目 主持人应该有底线 也应该为自己的言语负责 然而 依旧挡不住华少的一次又一次翻车 直到高乙祥事件的爆发 彻底让华少的观众员跌落谷底 2019年 浙江卫视一档 标榜体能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追我吧》 请了不少明星加盟的同时 却也酿制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由于节目中高强度超复合的任务 使得高乙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因身体不适 不幸去世 这一事件让浙江卫视成为众矢之地的同时 更把不作为的主持人华少 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工作人员将高乙祥送去医院抢救之时 华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 一人没事 平安的消息 可真正的事实却是 高乙祥因为抢救无效而去世了 这件事不禁让网友们猜测 华少的用心是什么 他放出这个消息 无外乎是想将这件事的热度降到最低 不影响节目 还能营销一波热度 随后 还有工作人员发声说 录制过程中 高乙祥等嘉宾多次提出休息喝水的请求 但均遭到了华少的拒绝 所以只能继续录制节目 华少对于嘉宾身体的异样有所感知 却并没有进行制止 而是与工作人员一样 形成了一种对嘉宾身体情况的漠视 以致错过了高乙祥最佳抢救事件 然而 事件发生过后 即使遭受无尽的谩骂 华少始终三千其口 不为自己变白 却表忠心不会离开栏台 为此 他逐渐放下了主持人的工作 悄悄地开始往幕后转行 从爆火到消失 他把自己的好牌打得是稀烂 这里是呱吉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